出埃及记第二章 有一个立位家的人去娶了一个立位女子为妻 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 见她俊美,就把她藏了三个月 直到她不能把她再藏了 就拿一个葡草香来 涂上立青和石漆 把孩子放在里面 把箱子放在河边的芦苇丛中 孩子的姐姐远远地站着 要知道孩子究竟怎样 那时法老的女儿下到河边去洗澡 她的石女们在河边行走 她看见了在芦苇中的箱子 就打发自己的石女去把箱子拿过来 她打开了,就看见那孩子 看啊,孩子哭了 她就怜悯她,说 这是西伯来人的一个孩子 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 我去从西伯来妇人中 给你请一个奶妈来 为你如养这个孩子,可以吗? 法老的女儿回答 你去吧 童女就去把孩子的母亲请了来 法老的女儿对她说 你把这孩子抱去 替我如养他 我必给你工钱 妇人就抱了孩子去乳养他 孩子长大了 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 他就做了法老女儿的儿子 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 说 因为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 过了些日子 摩西长大了 有一次 他出去到他的同胞那里去 看见他们的重担 又看见一个埃及人 打他的一个同胞 西伯来人 摩西左右观望 见没有人 就把那埃及人击杀了 埋藏在沙土里 第二天 他又出去 看见两个西伯来人 彼此争斗着 就对那欺负人的说 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 那人回答 谁立了你做我们的领袖和审判官呢 难道你想杀我 好像杀那个埃及人一样吗 摩西就惧怕起来 心里想 这事必定给人知道了 法老听见这事 就设法要杀摩西 摩西躲避法老 就往米殿地去居住 有一天 他坐在井旁 米殿的祭司 有七个女儿 他们来打水 打满了水槽 要给父亲的羊群喝 有些牧人来了 把他们赶走 摩西却起来救了他们 也给他们的羊群喝水 他们回到父亲刘尔那里 父亲问 今天你们为什么赶着回来呢 他们说 有一个埃及人 救我们脱离了牧羊人的手 而且还为我们打水 给羊群喝 父亲对众女儿说 他在哪里 你们为什么撇下那人呢 去请他来吃饭 摩西乐意和那人同住 那人把自己的女儿 西波拉 给了摩西 做妻子 西波拉 生了一个儿子 摩西 给他起名叫格顺 因为他说 我在异地 做了客旅 过了很久 埃及王死了 以色列人在捆锁中叹息 他们就呼求 在捆锁中的呼求 达到神那里 神听见他们的呼声 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 以萨 雅各 所立的约 神看顾以色列人 也关注他们 感谢观看